《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剛才說得對社運月篇 上次請了Visa葉正純 這次厲害了 請了TWINZ TWINZ形容你行不行 行吧 大家一看就知道你們很年輕 可能TWINZ不是你們年代 剛剛好我們年代 我以為你們年代是Hotcha 都是那一年代 TWINZ是從小看到大 真的從小看到大 大家一看就知道是90後 是 你們好像有組織 是 我們是90後動員 90後動員 這位叫子欣 這位就叫曉晴 是 90後 通常現在90後 都是上學 咪一下書 給老師罵 或者放學 玩一下 甚至閉嘴 煙 很少90後會參加 即今年多了 嗯 但你們好像不是今年才開始參與 我們不是 是何時開始 上年開始 我們上年六四開始 即2010年就開始 是的 為何你們會開始參與 每人都有大家的故事 我知道你的故事 比較檔氣會長些 我先問問智欣 為何你會開始參與六四七一 以及你又參與到其他活動 其實 留意社會一直都有 但是為何會走出來呢 就是做義工 接得多了一些 真是很低層的市民 即是例如 甚至去探訪一些 露宿者 去住板間房那些 即是紫禁俠不是你 紫禁俠 我沒有他那麼瘦 就是去接觸多了社會 就開始覺得 我覺得有很多問題 但是沒有人去發聲 沒有人發聲 例如 為何沒有人發聲 你也看到有些政黨 就說要復健居屋 有些說要幫老人家爭取福利 有些就說 照顧一下公公婆婆 量下血壓 戰鬥頭髮 都是有的 但是 你為何覺得沒有人為他們發聲 其實 簡直是 不足夠 全部都是去靠一班議員 但是議員他們理得多少 只是想趁著 我剛出來的年 就是六四二十周年 我學校有一次六四的 即是前年 你不夠年 是的 就是六四的一些講座 學校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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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讓我們知道是甚麼事 那一年 真的膽粗粗 找了另一位同學 自己去參加六四萬會 有甚麼感覺的時候 第一次 其實想去很久 但是滴不起心肝 但是經過那次之後 有一大感觸 其實就是 那一年是說有十五萬人 其實 很多時候我們要關心多些 到處是嫌 雖然是學生 但是都應該有責任去知道 但是你怕不怕參秋六四在學校被人標籤為力 為甚麼理會這些無謂的東西 甚至有些人就說 你參秋六四這些 好像是你不愛國 好像當年 張文剛司都被曾憲子 知道是誰 那位老人家 就是拿著聖火的位 這些人不愛國 你怕不怕會被人批評你是不愛國 甚至是搞事 會聽過這些語言 很多這些都會去說 你這樣真是搞事分子 在哪裏聽 即是真的 老師或者學生 同學說你不要做那麼多 老師也叫你不要做 是的 你專注學業 你不要搞那麼多 你這樣做是沒有用的 很危險的 那些 即是怎樣做才有用呢 老師有沒有解釋 他們沒有 只是說你不要做這些事 你專心學業 他說你這些隨時被人拘捕 我就在想我又沒有違法 那麼拘捕些甚麼呢 那你做過些甚麼 他覺得你是危險嗎 其實沒有的 我只會跟他們說 我會去參加遊行 或者 我會去六四晚會 或者 就算不等的時候 和我聊天 即是聊天 他們都會說 不要這樣 你小心點 是不是以為你生病了 他們會覺得 你不能回大陸 他直接說 你不能回大陸 那沒那麼厲害 我看到有很多 除非你支聯會核心的成員 甚至你陳偉業都回到大陸 你怎會不能回大陸 是呀 就是很多誤解 他們會對這個事情 那你有否成功勸服那些同學 去多些留心這些事 有 即是會在圍內談 但是他們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們不會出來表達 即是好像那些人一樣 修修賣賣 即是如果不輪到你家裏 或是要在你家裏前面 起雙脫屏風流 那他們也不會出聲 是呀 但是他們也會有自己的想法 那多不多老師是不鼓勵你這樣做 其實 有不多的 即是有些只會勸 即是說 你不要做那麼多事情 但是有老師是支持的 有老師值得給鼓勵 給鼓勵 那不支持你的老師 大約是甚麼年齡階層 也會教甚麼科 不支持那些嗎 嗯 上了年多些 即是今年期位上那些 是的 那支持你的那些 支持我的老師是更年輕的 即是有些明顯的分布 我最支持我的老師是教文學的分別 可能教文學 可能教文科一點 是的 就會好一點 那曉晴 那你這方面呢 你為何會突然間出來參與呢 即是你的故事好像都很長 我的故事很長 我是被民建聯開竅的 即是我要多謝他 其實我本身一直長大 都是在一個民建聯的地方長大 是 保錶簽他 不過他又很慘 整個區都是他的 即是沒有其他政黨來服務這個區 應該是說 他應該是沒有這個機會來服務我這個區 即是為何民建聯插齊 其他人來就趕他走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趕他走 總之我們很神奇地 應該是沒有的 沒有 是最近才有黃誠智來得到 其他人就來不到 我不明白為何他會來得到 是不是黃誠智 因為民主黨和中央派好朋友 快就來得到 不是 他本身跟鄉市派那邊很熟 那也好事 希望是 是的 本身我就是2009年開始參加社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家就被人拆 家被人拆避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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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的 那間我發現了很多不是很公平的現象 你家裏是哪裏 觀眾都想知道 我家裏是在新界東北發展區裏的古東北 古東北村 我住在石仔嶺區 這個三合一計劃其實入了施政報告十大基建裏 我們還未說要迫避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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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 在發電機和發電站那裡 即是沒有問過你們就起了 當區議員沒有諮詢他們 還是有人通知過你們? 沒有人通知過我們 區議員有沒有失責? 我想區議員可能有說過 或是很低調地貼上告示 但當時我們不知道要起地鐵站 到他真的起城時就覺得是地鐵站 但你會否滿意區議員在這方面的角色? 他沒有幫助我們 即是在這些議題上他沒有幫助我們 即是你民建聯區議員失責? 失責? 我想區議員定位為就是跟我去旅行 他跟我去旅行是很盡責的 即是你也有跟過他去旅行嗎? 我吃舌飲食帶 因為我本身就是在那個區裏面的時候 很自然就會是這樣 我跟鄉事派那邊比較熟 因為從小他都看得我大 但你是不是原居民? 我不是原居民 即整條村都不是嗎? 是的 其實相差兩三年 相差兩三年是原居民 即是好像我伯父那邊 大伯 他今年已經是八十幾九十歲 八十幾九十歲 但其實這條村是在清代的新安原置裡 是有記載到這條村 其實我們是過八年歷史 但香港政府不承認 為甚麼? 不知為甚麼 港英政府的條例就不承認 將後市的河上香村 列為原居民村 我們就標籤為非原居民村 是否當然你們沒有參加反英擴博? 我們就應該這樣說 其實他們是原居民 我們也是承認的 因為他們本身就存在這裏 但他們說說超過一百年就是原居民 我們是走爛下來的 我們這條村 但他們說一百年前走爛下來 應該是定位為原居民村 那可以承認 他現在就不 都是定位為我們非原居民村 那就不能被我們承認 你們是非原居民 就是非原居民 原居民村方面 那邊的地是否需要拆呢? 不用 剛好整個大圖很可愛的就是 這個地圖要拆 我家裏在這裏 這個地圖 他們的喉市家庭就在旁邊 那個拆法是這樣拆的 即是繞過地 寧願不直接 一堆拆完就要繞一下 因為不能拆喉市的地 沒錯 voyager過 GOOD 那邊的壓力強 在有 有猴志強 有猴志強 猴金林 文建聯 你們是居民 就是市區議員對嗎? 沒錯 就是它們的寫印帶 對 明白 是它們的寫印帶 而且他也是看着我带的 那你觉得会不会是政府因为你飞原居民 如果政府要赔偿赔地给你们的笔钱就少一点 是 简单很多 简单很多 他要我们走简单很多 因为我们本身的区是辽屋区来的 就是设计了红码 这些人其实在法律条例上 港英政府法律条例上可以上楼 但其实在香港政府的法律条例上 我们是没有获得任何赔偿我们就要走 即是甚至连公屋都不安排你们 排队 排队 即照跟回 如果你是入息上限你过了有没有得牌 没有 即是跟普通香港人的权利是一样 没错 因为原居民根据侯志强的定义 原居民一样伟大 对香港人贡献就不会跟我们争公屋 是的 因为他们拆他们的原居民 有一条修理条例 原居民的修行条例就是 拆一间陪一间 那他们就不会跟我们争公屋 很正常的对方 对他们的挺伟大 相信这是政府的政策 所以为什么政府拆穿 一定会兜过原居民 因为你觉得 踢一帮人走容易些 赔一笔钱 踢一帮人走容易些 还是抹一间陪一间容易些 这些都是行政方面 那你们对政府鼓动不穿 这个计划有什么不满 都是为了香港政府有足够的赔偿 那么你们牺牲一下也应该 很多说法 是的 很多说法的人说 我们这些一千户 是阻拒了香港七百万人的发展 那为什么你要反对 反对的就是 我其实当时 我参加了一个功能 叫做香港模拟立法会 开始学会了如何看这些 香港政府派来的文件 我看到整班 只有四行是有用的 一 完全搬私不可能 第二就是赔偿我未有安排 第三就是上公屋不可能 你排队吧 那我觉得 整班公公婆婆 住得在这里 一定有存一笔退休金 退休金你没回百多二百万 你怎么救你过世 你带百多二百万已经过了入息上限 那这班公婆又怎样呢 难道不上楼吗 不上楼 那你上去住哪里呢 天桥底你又说 你又说他佔了公众地方 你又说不能睡了 又说犯法 又不成功 难道睡在警察 又不行 那公婆也受不住 我年轻就说可以 那是否政府定装 你一定要先走 是的 但赔偿就没谈好 没谈好 最大问题 不是你们不肯走 而是政府没有赔偿 没有谈过 但是有很多人就说 咨询而已 又未必一定要拆 政府的姿态就说 你打电话去问规划署 他也是跟你说 有这个计划吗 没有 可能在谈挂 计划 有这个计划 已经是施政报告里面 是的 可能在谈挂 我又想 谈挂 那你都记得了 他之前也搞了两场资讯会 但资讯会搞抗打 那时才过瘾 他说 你们古董北村要来吗 是的 我给你40个抗打好吗 我说你的场合不止40个人 地方有限 我顶多给你45个人 你自己安排 歌场有多大 200人是能阻挂的 当天我们不理这个档架 然后人们在门外起控 冲门 其实最后是阻挂到400多500人 但最后你会向政府反映了你们的意见吗 我有 但最后是这个回应报告 即是本身的回应报告还未出 应该要在三四月出 但还未出 照回我爸爸 我爸爸是村委和股东村民发展关注组的组员 他第一次资讯报告里面 就是有发表到要原村搬迁 一定要有合理赔偿 说我们一定要不签不策 如果你怎么也好 我们一定要保住这个地方 不签不策 即是赔偿多少都是不签不策 我们的关注组主张就是不签不策 最低移到最大的底线就是原村搬迁 原村搬迁 原村搬迁 即是坐原村搬迁 是的 没错 那会否被人觉得你们受到不签不策 只是你们拗赔偿的口号 即是筹码 有问题是这样跟我说 但我觉得 我在想就是我跟他说 如果有一天政府拆了你的房子 你都会跟我说你不签不策 因为你是爱的地方 你在那里长大 你是不想拆 但你不签不策 背后有什么理由你支持 第一 我们本身古董 你不要说古董 整个河上乡发展的时候 即是很漂亮的地方 是有生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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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就是我们是第二产业的后援基地 你们所有的金融业物流业 什么都好 都是我们这里做的集中地 第三就是加工业都是我们这里 酱油厂、面粉厂、袋厂、塑胶、手套 都是我们这里开始做的 货柜、转运、上落货 都是我们这里做的 市民你没有了这个地方 香港还可以找第三产业 撑得住吗 政府拆得你的鼓动笔 可能政府自有安排 没有 没有 你怎知道没有 那份报告里面写 就是说他会赔给那些厂 但是他最后的安排是怎样呢 他还是没有安排 就是赔上还没谈到 但是谈了他多久 是赔上这方案 没谈过 没谈过 但是他什么时候开始通知你们说会谈 都没有通知过 他只是说不谈 不是 没想到突然就拆了才算 就是他们 他在资商会是这样给个讯息 就是拆了才算 我是跟他说 因为我们村长有问他 喂 现在要怎样 你要我走 你都要告诉我 我要怎样走 我走去哪里才行 那他又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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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想想想想想 我说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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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责后何时会开始动工呢 2014年 2014年 就是还有三年 没错 buo 这些方案都还没有开始谈到很慢 是啊 所以你們會看到前路的事 真的會看到 其實政府搞發展 有些人可能會看出政府 常人村有不同聲音 有些人都願意搬走 但政府這麼久都不談賠償 又沒有賠償又不知道 這些村民搬去哪兒? 不知道 前路如何? 完全沒有頭緒 政府不盡視你們 一般是政府輕視你們態度 才會令村民反對 可以這樣說 因為政府是沒什麼理會我們 但他們是很安排原居民的 阿朗園 影響到你們 我想一下那裏是怎樣的 他真的有想過在那裏建兩個 Times Square這樣規模的大型商場在朗園 當然我會看出他們 他們很想賺錢 我也明白 可能他們本身朗園裏面的地 私人地 他們很想賣 他們很想做私人發展商 給他們收的 你肯收的 沒所謂 但政府很注重這件事 你要拆嗎 你想起一個Times Square 我配合你們 好 你起吧 但我這裏完全沒有聲音 我也是第二階段的諮詢 我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政府根本對你們菲鹽居民很不重視 不重視 這就是你參加社運的原因 黑箱作業 再加上高鐵時 當時就令到叮一聲啟發 啟發 是不是案件差不多 其實是個案件差不多 本身我也是不喜歡蔡園村村民 一開始我覺得政府賠了錢給你 你還在吵 你們不能賠 我那時還未知道我要拆 我便跟他們說 我這班人真的是 很久都要拆了 我才明白他們為何要這樣做 才覺得政府的確需要一些聲音 去逼他們去做一些事情 蔡英章的案件和你一樣 政府初初都是不陪 不管你是何要幫他們 幫你爭取才政府要重視你 沒錯 就是個案件一樣 那你保護自己的交員就算了 為何你要參加64或71 因為64更有趣 因為我的故事很有趣 為何要參加64呢 我原本又不知道64 是有一次我媽媽選擇電話號碼 我特意跟Sales說 你有沒有8964呢 我便想 你媽媽那麼難不禁 你回頭回頭 我便罵我媽媽 我媽媽問我 你不是不知道這四個號碼為何解釋嗎 我便說不知道 當晚她便解釋給我聽 當天她在電視上轉播 看到的事告訴我 我便說不是 坦等車輸過那些學生 就是之前你完全不知道嗎 完全不知道 你不是在特陸過 你在香港 在香港 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發生過 然後我小學又不會教 我想到我去到中學 她也不會教 我那時是中三 我媽媽跟我說 說完之後 中四的藝術科 播了一條片 就是教曉的一條片 六四是怎麼一回事 中四藝術科都有播 是的 即是你家學校 又是不聽話的學校 不是不聽話 是因為我們要分析那條片 的藝術方面 哦 即是讀老師很圓 也很好的 是的 他說我們要分析那條片 如何 然後不分析 就看六四 看完之後再跟我們說 說發生甚麼事 就借這裏過橋 我一時發覺 我看完這條片 我是哭的 我是全班唯一 我是在哭的 因為我看到實在太恐怖了 我都不敢想做一輛貨櫃車展過我 是的 即是我會覺得 現在你告訴我 當年沒有死的話 我不會相信 所以為何我要爭取六四 就是這個意思 七一也一來是為了我家 二來就是我本身作為學生 感受到學生的權力 又是被政府去左搖擺 例如呢 例如我以前讀會考 會考到最後一屆 末代會考的時候 政府是沒有給我們資源 去協助我們 去怎樣出路 他只是告訴我 去吧 你考到大學的 你上到中六的 那考不到 不是自己負責嗎 是的自己負責 但他們一直在想 我一直都在說 副學士有些位置 是不理會你的 也是不理會的 副學士你有錢 你未報副學士 你沒有錢 你借錢嗎 是的你不能借 那就是藝晉和智子 藝晉和智子 藝晉和智子 但是我們末代這一代的時候 即是怎樣說 我們不能重複 即是我們說 我們讀這宗舊制的時候 我們不能重複 我們怎樣算呢 你家裡沒有錢 有些人想重複 真的很想循征 有些人真的很想這樣做 但是政府不理會 政府可以怎樣理會 我覺得他應該要告訴 即是安排 因為他重複了 他會多一年會後 讓你再讀 但是讀完之後 不能升中六 那是否應該考完之後 我拿了一張紙牌 那你是不是應該 我說我會承認這張紙牌 而這張紙牌 可以去找其他學後 可以先插隊 藝術不行嗎 藝術不行 藝術就讀完 你五科都合格 但我有些分 譬如我14分這樣算 我又不甘心 藝術不收我 我又不甘心藝術 我又沒有錢讀副學士 因為我14分去讀藝術 我又不甘心 因為我讀藝術 譬如我不是讀設計 我起碼要三萬元一年 好 到紫欣 你覺得政府對學生的政策 好不好算 沒有這麼大的怨氣 我自己就是 微調和334 微調和334 它影響到你 微調真是影響最大 因為我本身 我學校是中中 就是因為這個微調方案 由我中一中二開始 我都是全中文教 到中三 學校就說 為了你們的知識 我們學校就決定用英文 好事 但是 說真的 它沒有想過我們學生的能力 我覺得我本身選中文中學 都是因為它是中文而已 我們會是因為自己的能力 而去選中文中學 但是它不是 挑釋桌 中三 上學期 它說循序漸盡 循序漸盡 上學期 測驗有30%英文 為什麼 那30%是怎麼來的 十個三字 只要你摸得出 就可以了 還有一些很簡單 但是 到下學期 突然70%是英文 做了70%真的是長題目 全部是一份卷 長卷 我們覺得 那怎麼辦 我們真的是一步登天 本身 我自己英文是一般的 英文能力 但是 我覺得 現在 升級機會都沒有了 那個很辛苦的 我從小到大 我都是中文讀的 到中三突然之間 有這麼大的轉變 的時候 成績全級 平均是有跌的 政府的方向 令到學校突然間 要拘捕你們的英文 但是 之前有沒有配套 可以慢慢輔助他們 所以你們才敢生死 十個三字 十個三字 還有用了一本英文書 但是中文教 最大的問題是配套的問題 政府的規劃 突然間來就來 教改也是一樣 推行這件 突然推行就推行 事前的準備功夫是不夠的 做運動都熱身嗎 沒有熱身嗎 但是我們一定是最辛苦的 中三 我已經是中三 是最辛苦的 因為你中一 你就當是從小開始教起 中二 他也是做了兩年才開始 但是中三 突然間是這樣的 但是到中四的時候 他都被我們選擇 用中英文教學 有些同學很慘 他們說很想讀英文 但是配套又不夠 老師不夠 一個老師 就是同一班 有一些同學是英文上的 有一些同學是中文上的 那老師 我們學校是這樣 一些是中文 一些是英文 一些是英文 英文是用英文卷 那老師怎樣教我呢 講完中文 還是講完英文 半中半英 都很奇怪 不過我下一節再問你 好 下一節再見 剛才說 中三才開始 微調本來 就是別人中一 政府應該索性 等你們教中文 到中一那些 由一開始來 你們兩屆喜歡中三 之後兩屆學生 就變成 比較白老鼠 可以這樣說 而且 因為他說有得選擇 有哪個學校不想說 用英文更漂亮 當然 對你們將來出就業也好 是的 我不反對 我覺得英文是應該有的 但是要量力而為 就是我覺得 突然間在中三的過程 轉到這樣的時候 就會很辛苦 最後有沒有兩屆不到我 就是你們 英文又學得不多 知識又吸收得少 最搞笑的就是 中四可以讓你選中英文 中四可以讓你選中英文 你讀不到 當然選中文 那一年我浪費了 那些成績便浪費了 但是給你選中英文 會不會都算一道補救方案 就是中四如果 你跟不上文 又是 都算是一個補救的 但是 又有另一個情況出現 就是 一班英文 即一班裏面 有英有中 那怎樣教的 即立體新聞是怎樣 看每個老師的教法 好像世史一樣 就選擇用多中文 然後 那些英文怎樣算呢 補課 即一班裏面 左邊這批用英文 右邊那批用中文書 這邊用英文書 那先生是怎樣搞到 先生都沒有什麼指引 沒有啊 即又不夠資源 我們都想過 會不會分開一班 但又不夠課室 又不夠老師 即是 即表示了政府 在這兩年 不應該這麼快推行微調 由方案先開始 還有他應該多給指引 你沒有指引老師怎樣教 那內盡有什麼政策 你們不滿 校園對驗讀你們怎樣看 本身校園驗讀 我又覺得 那個效用性不大 而且 始終是一定會被一部分老師知道 但是那些老師究竟 那個保密程度多高呢 還有怎樣去照見那班學生 譬如說 驗讀要驗第一次陽性 反而要再驗多次 自願的 譬如這樣說 驗了黎智英有事了 陽性了 那便走到課室 黎智英出來 每個人都知道你什麼事 即是 那個啊 那你不吸毒便沒事 我不簽同意書便可以 那整個效用便沒有 那我拿來做什麼 你可以選擇 那吸毒那些當然是不去驗 那你譬如說 我驗就算我驗不到了 那我真的這樣很大聲說 我只因你出來 那每個人都知道你什麼事 其實他會被人標籤了 是一個吸毒的壞學生 那他就是想標籤你是華學生 讓你不敢吸 那他的自信心便是香港 那你其實是傷害了他的小心靈 那你是想幫我們還是害我們呢 其實應該是受緣不受硬 你這麼小時候 甚至還未很成熟 應該是用一些華遊政策 就不是那些高壓政策 你會用回大人的角度來看我們 那我覺得你實在太天真 那政府推延這個教育之前 有沒有問過你的學生的意見 沒有 那又是諮詢的問題 就是政府根本都不要解 你小朋友的心想 是的 但他問就問校長老師 那校長老師的大人都未必知道 不理解 他就會覺得應該要全部強制性驗 那結果會不會令到你和學校的隔膜深了 深了的 但是我不是受影響的部分 因為他們在大埔區搞 那北區那邊就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我也成功了 我在東區那邊就更加了 但都成功了 為什麼一個也驗不到 當然了 給我都驗不到 但是他現在要推行在18區 你就可以了 會不會是有些政府死雞 撐飯蓋 會 但是如果你強行要我驗尿 我一定不理你 為什麼 很噁心的 那你身體對檢查也要驗尿 不用的 是嗎 是的 外面應該不用的 好了 講一講 你們對政府的一些政策 對學生政策也有點不滿 那你對香港政府 現在的曾蔭權政府 你們有什麼看法呢 有什麼不滿 你七一會不會上街 會 會 但你有什麼訴求 有什麼聲音想表達 今年我們針對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 不好嗎 國家也有 歐洲也有 香港也有國民教育 也很正常 國民教育的原意 是想洗腦 根本國民教育的科 和公民教育不同 為什麼你覺得是想洗腦 因為國民教育 它一直是 要我們對國民身份認同提高 要為自己民族感到自豪 那時候 我覺得由心出發是沒有問題 外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它當然是用一些 不斷灌輸一些 它是好的 你去做吧 就算它是差 它也不會告訴你 即是報氣不報憂 是嗎 是的 但它不是這樣說 就算報憂也好 就算報憂也好 你譬如說 其實在國際上 國民教育和公民教育 其實是有分別的 那本身公民教育裡面 會批判 究竟你要對公民是怎樣做 譬如德國這樣計 你要去服兵役 你要團結一個國家 去對抗外地 這樣 公民教育去理解自己身份 但國民教育是用感性的角度 去出發的 即所有東西是感性 用情感先 即非理性 即非理性 譬如你現在 用一個這麼非理性的角度 去灌輸給我聽 甚麼都是好的 甚麼都是好的 其實對於學生 你一直的發展 其實都不好 因為他已經沒有自己個人思考 但政府的解釋 就說 那些先生喜歡怎樣教 就是先生的事 即不是一定報氣不報憂 那會不會被你拖累了 但你會有兩個文章 因為其實 從諮詢報告來看 你最後都是要加一個 評估報告書的東西 給政府 評估的外國 是的 還有SBA要做的 那你叫校本評価要做 那老師怎樣教 那當然是橫老師怎樣教 但是他要評合 他要 教育局是說 他已經出了一個 很大體的課程 那你就跟課程去教 其實基本上方法 當然 我想他所指的方法 就是你究竟用拋波波去教他 還是死忌硬背去教他 這個是老師所選擇的方法 但是大家要教的東西是一樣 那他評估你會不會去國旗 是嗎 是會評估我們 他主要評估的就是 我們會不會對著國旗縮立 我們會不會去很大聲地唱國歌 當見到運動員拿獎 我們我國的運動員拿獎 我會不會感激去流淚 那就是看看會驗一下我有沒有眼淚 最重要是要先多謝黨 是啊 不要學李懶那樣 他現在要多謝黨 你還要多謝黨的時候 黨不是一個重點 重點是當他拿獎的時候 我要痛哭留題 痛哭留題 其實你覺得黨不是重點嗎 他黨不是重點 他最重要的是我見到運動員 譬如劉翔拿獎 劉翔你很漂亮 他要這樣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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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回那張 那張 那張 踢踢表 踢踢表 是踢踢表裏面 其實他舉不正托 我笑一下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多謝黨 什麼都可以過關 他沒有正確說要多謝黨 總之你要愛國 他沒有說愛黨 他在黨裏沒有說什麼 總之就是要愛國 其實愛國就是愛黨 你跟不同意的說法 我不同意 其實我會很愛國 但是我一點都不愛 為什麼 愛國 就是中國同胞 有難 我會感到不開心 就是民尊大地震感 我真的會看到涵 但是當運動員為國爭光的時候 我會有很滿足那種感覺 但是我不喜歡共產黨那一套 就是共產黨哪一套 就是沒有自由 打壓 想操控 但是你怕不怕 是不是你怕有國民教育之後 你接觸這方面的消息會少了 還是霸了你那段時間 搞到你想接觸一些新聞的時間都少了 其實是兩方面都有的 好像說他可能灌輸一些東西 我是不知道 譬如說大陸都有搞一個叫做國民教育的東西 內地的學生大學生來到香港 是完全不知道什麼叫做六四 這件事很嚴重 因為我們是要知道以前的歷史 這是應該的 你現在譬如說 搞到國民教育科 國民教育科 他在諮詢報告裏面都說過 就是每一科裏面再拿五分鐘出來 砌這一科出來 但其實我們三三四學制裏面 時間已經計錯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三三四學生一定要補課 當然實際上 究竟是差多少小時 我還未去查 時間是怎樣計錯 這個我還未查清楚 但他就說 因為其實 本身他的上學時數 就跟本身實際上加上他的假期 真的想到的時間是少了 即是計多了 那我究竟這個計多了的小時 你會擺在哪裡 因為其實教育科 也是擺了一個很明確的指引 和文章給你 你究竟是哪一年應該教什麼 哪一年應該教什麼 那你們的確跟著 你和交的SBA 都要跟著他的文章去交 好了 交交後發覺 時間不一樣的 結果要補課 我就拿我們暑假的時間去補 這個才是剛好合乎到 他的時數 所以 如果你再在每一科裏 再多抽五分鐘出來 不如你放長一點我們的暑假 你再在暑假裏面補課 其實我們已經不夠時間了 平均有很多學生 現在三時才睡 兩、三點 為什麼兩、三點 是否經常說 是SBA 不是MSN 我們的校本評核 現在我們做的校本評核 應該是 譬如中文科 我們中文科出來考試 其實是給你們編章考的 但是我們中間要學三個單元 譬如老師學校選擇 譬如我學校要選 新聞與報道 新聞與報道 要加一篇校本評核 但校本評核要加些什麼 就是訪問一個人物 去做一篇 跟外面大眾傳媒做的報紙 質素與商量的分量 其實不是很難的 外面報紙的水準有不少 也不是那麼高 但問題是 你有沒有這個時間 和這個精力去做訪問 你要做到有顏色有圖 上面有照片 要做到很美麗 要做到很美麗 通色 順便要你學到電腦的功能 是的 要我們做這些事情 交完這份之後 可能做下一個部分的時候 你要學到 因為新聞與報道 教你怎樣做訪問 那些事情 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 你外面怎樣應付 妨礙篇章 怎樣應付 明年公開試的中文篇章 根本就是洗腦教育 香港政府是共產黨政府所委任 信任你 覺得你聽話才委任你這個政府 你對香港政府推行的國民教育 也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 第二就是政府推出來 根本跟學校的學制時間 制度都未配合到 就強行推 沒錯 那你怎樣看那些官員 宣明洋 你們對他喜歡嗎 我覺得他應該對他管房屋 宣明洋 他本身是管房屋 你為何突然離開 我本身對於這個局長的護調制度 是很質疑 但是由港英開始這樣 公務員就是這樣 公務員就是這樣 公務員執行他自明 我是不應該 譬如我拿新加坡為例 新加坡本身是環保局裏面 最高局長 他本身是讀環保的 讀環境保護 你做回環保的便對 他們是沒有護調 但是他們下面那班公務員會調 下面那班公務員會調 但是他最大最大的護盒是不會調 即是香港就調轉 對 即是他找個護盒調 譬如說 譬如說 孫明洋管屋很厲害 那就是管屋 對 管屋很厲害 我猜一下 假設管屋很厲害 也不差 有群彎半島出現 不是 假設當他是天才 是管屋的天才 放了他下去 管屋很厲害 管屋很厲害 好三人 調你去管教育 這樣 我一向都對開屋 你突然叫我搞教育 我真的束手無策 但如果他表現好便可以 搞定便可以 就是問題 但表現出來搞不定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管屋的天才 譬如說 你本身讀中文很厲害 我扔你去英文中學 教英文 教英文 中文也是用英文教的 那你怎麼辦 那一刻就會呆了 什麼事 但你又要硬要搞 我不怕 我只是收了幾十萬塊 一個月 那就搞死了我們 找我來搞你 我們現在未來 當我們未來 是我們這一班 繼續上去的時候 我們究竟是否有能力 去接受這些事情 其實基本上 你現在不斷轉 不斷轉政策的時候 我們在讀的東西是不同的 你實際上要我讀這個A 你一定要我讀B 讀完B之後 我真的讀完B了 跟我說要讀完B了 那我們怎麼辦呢 就是我們適應不來 是的 之前我們訪問過教協的馮偉華 聽了教師方面的意見 今天聽了學生方面的意見 但是有一個我很想問 對基準師你們怎麼看 基準師老師很反對 有些人說 我明明是大學畢業 甚至是教育畢業 已經有一張文憑 有一張大學畢業證書 是證明了我會有這樣的QA 現在要我再考過 根本對學制 對畢業的砂紙不承認 是吧 那學生怎麼看 學生說 先生考基準師是可以的 應該是好事 因為那些先生都教得不好 一些中文不行 又教普通話 但你們怎麼看基準師 有些東西 獨立來說 以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考基準師是應該的 應該 問問哪些科 例如物理 拜科 我覺得不用 因為你的人體 是不會變的 例如 科學 我扔拋物線的角度 不會變的 這就是不會變的 可能是 是不用的 例如中文 通識 那些會不會變的 例如中文 你本身的文章不同了 我以前是讀28個編章去背 然後我考了一張文文士 我拿了一張書籃去教 現在是教化外編章 很明顯你的程度 已經和這個時代不吻合了 你是不是應該考基準師 告訴我你是足夠實力去考 但如果對中文的說明是足夠的 那你去考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有足夠的 我覺得不需要害怕基準師 先生說他們又要教書 又要健康基準師 你是可以的 你是不需要溫書 是的 而且語文是日漬如累 可能古代 由文言文 都有白話文 老師學的東西 那時候的年代 跟我們又是否適合呢 我覺得如果沒有平核的話 你不會知道水平在哪裏 特別是通識 我覺得通識老師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現在你將通識必修科 就是意味著很多班通識 那老師怎樣去教呢 跟回到四十八大範疇 是的 但你裡面的內容是會變的 還有老師質素又不同 還有老師 我現在一班有三個老師教 就是分開兩班 有三個老師 分開三組去教 我那組老師 即是同一份卷 可能給三個老師 有三個不同的分數 那究竟用誰來作準呢 還有其實我們不是擔心 改不改卷 因為本來我們讀文學的 都是有三至四個老師 一起改一份作品卷 我反而對平卷不擔心 我擔心的是 你的老師 譬如說我現在 我讀是通識的學士 出來教通識 你當年的通識 是23條 譬如我真的是 touch foot 23條 過了 我覺得四五年 我都是教會 如何推廣23條 你去到那個年代 你還在那個年代 那你怎樣去確保 老師的質素呢 還有有些老師 是強行被人調過來讀的 有些老師是未讀過通識 但政府怎樣用考試 來確保老師的質素 即是沒有理由 他設定一些 模特兒的答案 老師答中就可以了 其實這些通識 也很難靠 其實很多時候應該是評估 其實可能是觀摩 上課 直接看上課 因為現在我都有 有些教育局的官員 也有來到我們學校去觀課 我覺得這樣會更好 你真是上一份份卷 不如你 你反而支持觀課 觀課是好 因為老師 即有一個老師 我學校 某老師很有趣 就是照拋方讀 很可憐 很可憐 是花書 總之吸收 送給他 就是叫同學 你們抄吧 抄吧 你們 他們就是 那些同學不理了 他們哭 哭 是的 老師已經很厲害 你們抄吧 對 你們抄吧 總之不斷抄 然後討論 你們自己談吧 他沒有給一個引導的學生 即是有沒有引導你批判性的思考 他不會 那個老師是不會 就是 你抄吧 就是你抄吧 對 你知道他本身是教什麼科嗎 他主要是教家政 教家政 很可憐 即是 他主要是教家政的時候 他教過中一的綜合人 是嗎 對 突然間 教中四的通識 你那個沒那麼慘 我那個教數學的 教數學都可以懂通識 走過來教通識 都可以懂 是的 那我就當他懂 那你懂不懂 什麼 他教的 我沒有給他教過 不過我又覺得OK OK就可以 我覺得 你本身關心時事的 我覺得你OK的 我本身個人覺得OK 其他人又覺得 他都是照書教的 最糟的問題是 政府沒有標準去 沒有 即是政府推行 之前 都沒有標準來定 哪些老師可以教 哪些合資格 哪些不合資格 沒有 隨便按一些 家政 那些燙手三好 看看有誰 失到兩千元 甚至不加人工 強迫你 不是我解僱你 是的 而且有些 本身教員的 不是一個很正統的大學 很多人都是 政府不承認 不承認 你不承認 即是本身的資源 其實是不夠的 你本身大學 你政府沒有一個很好的資源 給他們的時候 那你怎樣可以確保 他們的質素呢 但本身資源也不夠 他本身資源不夠 但我覺得 是否應該要奉獻 很多資源去教育呢 還有 有很多成績差的同學 抽到 譬如OU 我不制 我就會走出去教員 當很多成績不好 本身自己成績不好 才去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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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那班的人 其實我覺得 的老師 質素都不好 所以很多人 教員出來的那班 可能 校方方面 都希望他們考基準試 反而 可能是中大 港大出來的教育文憑 他們又會承認 會否本身是因為政府 本身是教員的文憑 不是大學 收得的那些都是 成績比較差的學生 沒錯 就算韓文退教員 很努力 出來都會被人 有些標籤性 都是制度性問題 是的 那我不講教育 因為講了很多教育 為何你們會搞到 90後 動員來 那時候是 我和你的朋友搞出來的 其實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本身是一個網上 一個組織 叫做 香港90後大聯盟 那時候前身 我們那時候就開始 在網上討論這些事情 因為那時候 80開始冒起的時候 我們發覺 那種的激進模式 跟我們很不一樣 還有我們本身90後 本身集中就是 習男習女 不是很喜歡關心時事 尤其是我們起動的時候 那時候通識科還未起 我們就發覺 這件事是應該要讓人知道的 那便開始搞這個活動 然後我便開始 跟本身搞這個群組的負責人聯絡 開始真的由虛幻變現實 將這件事實體化去 那你們有甚麼行業模式 我們本身就是 那時候就開始挺即興的 我們在想 如何去一個更加創意 而大家會開心的辦法 我本身就是 理解到90後 去一些地方很希望有人陪 又去廁所 來 陪我去廁所 他們就會覺得 沒有人陪我 我不去了 當我要鼓勵他們去一個地方 去認識不同人的訴求的時候 第一次就是 我要吸引他們去七一 即是組團 組團 一起吧 我們一起來 我們開始去摸清楚 大家究竟其實 每一個感受盒 心裏面都有一個 叫做夢想 心裏面都有一個想法 但他們是覺得 我沒有一個方法 或者沒有一個平台給我說 我都不知道 我講得出來誰是你的 所以我們就要提供一個 這樣的平台 告訴他們 我們有人聽你說 我們有人跟你討論 而你們說的意見 我會協助你們 我會給你們一個機會 去說出來 即是在七一說出來 沒錯 我們就會去巡捉任何的方法 去說出來 我們先是第一個目標 就是一定是帶一班從來 因為未接觸過政治 而希望接觸這件事的人 出來去認識 即是社會的問題 沒錯 去認識一下 然後 就會開始告訴他們 在這些活動之前 我們都會告訴他們 究竟發生甚麼事 這個議題發生甚麼事 我們立場是甚麼 我們就會看看大家是怎樣 其實我們本著宗旨 都是帶他們出來 其實你參加完之後 譬如我參加完六四 你覺得共產黨是很好的 你追隨這個共產黨 你去追隨共產黨的 沒有問題 我都會覺得我自己會成功 因為我又帶一個人 從家走出來 我覺得我自己很成功 即是我們本身 這是這樣的想法 剛才你說 你跟八十後分別說 他們是否比較激重 意思是你們會不會做些 留守 我們九十後 我們從九十後大聯盟到現在 我們九十後動員都好 我們本主的原則 我們不會留守 為甚麼 原因是 第一 我們全部人是不夠情 我們被人拔掉 是很嚴重的 就是你搞著家人 第二 就是你出來 搞社會的原因 你要出來爭取一件事的時候 很大機會都是家人 知不知前 當你做了一些事情 令到家人不放心 然後你拔掉 你不讓你出來 我又少了一個人 我們青年人這種力量又少了一個人 我會覺得 我第一要確保他們家人 放心 交給我們 第二就是你出來 我要保障你的安全 我一定要你不少一條頭髮回去 這樣你才會OK的 所以你如果留守 和他們本身的心智未成熟 我不擔負有些人很早熟 但是你當看到一些人去衝 你根本未理解那個意義 你就去衝的時候 一旦你捉招 譬如說你中了警察的詭計 被人拍到你 說是報民 我們90後的形象都是不好 所以我們一直都堅持不留手 那志欣你是不是因為這樣 而參加他們搞十合動員 我真是一個很自白 是真的踢入Facebook而參加 我當時是流行80後 90後 而是一個好像志同道合的模式 而是真的會走出來 我是真的 最開始他們成立了 然後我真的進入 去參加第一次的六四 就是和他們一起去 到後來 原來找到一班 會和自己同一個理念的朋友的時候 你的動力又會增加了 我們就是在尋找一班 其實我們的目標 我們一班組織的目標 就是去以我們 去影響周邊的朋友 繼續出來關心社會 我覺得到現在 由我們本身 可能只有幾個 到現在 真是會朋友 帶朋友 再逐漸多人知道我們的時候 我們是有成功感 就是有人在關注 現在大約有幾個人 五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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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是挺好的成績 接下來 有甚麼活動會做 我們目標是七一 我們七一 當然我們繼續會組團 還有我們本身 我們今年會搞港民教育 還有 三三四 我們主要都是訴求 至於詳細改日 我們會怎樣安排 或者有甚麼爆炸性的活動 要用後再說 在哪裏可以看到你的消息 其實在Facebook 可以看到我們的消息 我們Facebook的頁 可以看到我們的最新消息 或者在Facebook搜尋 就是九十號動員 九十號動員 九十號動員 對 就會找到我們了 如果大家想清楚 或者了解他們更多 在Facebook搜尋 九十號動員 沒錯 就可以了 今集很多謝兩位九十號村市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們會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